今晚深喉咙 有多深 花多深 十多只乌龟趴在木板上 不得安宁 游客接二连三对他们丢硬币 说砸乌龟可以讨吉利 不是 砸到乌龟上面了 厦门南普陀寺中的放生池 本来是乌龟栖息地 现在却被游客活生生虐待 很多大陆民众爱丢硬币许愿 连植物都不放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感觉这硬币砸进去 就是给自己一种幸运 山东大明湖景区 原本应该盛开的王莲 竟然成了马蜂窝 布满好几十个破洞 虽然不喜欢 但是别人的行为 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和制止 大陆民众丢硬币上了瘾 王莲跟乌龟都惨遭毒手 但破坏警官 打扰动物 又怎么能为自己祈福呢 记者综科报道